走进古迹讲故事,我是昆仑刘石 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上次咱们说到山海关总兵朱梅将军的墓前啊 还有四座小的坟丘 这四座坟丘是谁呢? 这就是朱梅的四位公子的坟丘 上垂手葬的是长子诸国柱,次子诸国子 下垂手呢,葬的是三子诸国珍,四子诸国彪 这四个人的坟前啊,只有三座墓碑 并且呢,两座墓碑有字 有一座墓碑上啊,是一个字都没有 咱们今天要讲啊,就先把他们兄弟的顺序打破 先从三子诸国珍开始讲起 看了咱们上期小片的朋友啊,肯定都知道 崇祯皇帝啊,封朱梅将军的一位儿子 为锦衣卫千户指挥使 那么为什么是封了老三诸国珍呢? 不是两个哥哥呢? 这个,咱们留个小悬念,一后再聊 总之啊,是老三诸国珍得了锦衣卫指挥使 这个官衔了 开始看到诸国珍的这块碑啊,我还非常兴奋 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一位锦衣卫的墓葬 后来呢,查了资料啊,又多少有些失望 因为我发现这位锦衣卫啊,只不过是有个官衔而已 就从来没上过任,这飞鱼服可能穿过 绣春刀啊,可能这辈子从来都没摸过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诸国珍呢,他非常孝顺 又沾了父亲的光,做了锦衣卫的千户指挥使 于是呢,就散尽家财,为父亲修了这座豪华的墓地 那位朋友说不对啊,这不是崇祯下旨修的吗 这修坟的工程款,怎么也应该是朝廷拿出来啊 您错喽,朝廷才不拿这份钱呢 皇上下旨意,让你修如此高档的墓地,已然是天大的脸了 要是没有朝廷的旨意,擅自把坟修成这样 那肯定是余制啊,全家阔灭九族 赤剑和赤令是有区别的 这赤剑呢,就是皇上出钱,皇上剑 赤令可就不一样了 赤令的意思啊,是皇上同意你建 哎,你自己拿钱把它建起来 朱梅的这座墓园啊,就属于是赤令 皇上给你俩,同意你建如此规格的墓园 关于花钱呢,您自个儿家想哲去吧 这在守校期间呢,朱国珍遵守礼法不入内室 给这老子一守墓啊,就是三年 在守墓期满以后啊,没多久 积劳成绩就亡固了 就被葬在了这个位置 这国珍的遗孀流逝呢,年纪轻轻就守了寡了 辛辛苦苦的抚养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 府宁当地啊,都传送这两口子的事迹 这国珍呢,被誉为是孝子 刘氏呢,当然就是劫富 这些内容,您查这个宁远 锦州,隋忠等的地方之上都有记载 说完老三呢,咱们再说说老二 这老二诸国子身上的故事啊,就更传奇 更有意思了 在诸国子的坟前啊,有一块墓碑 上边的碑文呢,是用传书看客的 这碑手上啊,有清固两个字 钱明,奉政大夫,永平道千世,贝孝先生,邓灵,诸公,告命安人,原配,臣氏,合葬墓 有人问了,这邓灵是不是就是诸国子的字啊 不对,这邓灵呢,是诸国子先生的号 大清建国以后啊,邓灵先生啊,不忘自己是明臣 便携自己的妻子老母,隐居进了深山 在山中的溪水旁,建了茅屋,效养老母 在溪水前呢,独自垂吊 他是既不剃发,也不易服 在深山中啊,仍然坐着大明朝的子民 他为什么要隐居呢 因为据说呀,他的同乡好友 吴三桂,详清以后 多次派人找他呀,劝他出山 为大清效力,都被他拒绝了 隐居深山,就是为了躲避这些讨厌的家伙 他给自己的居所呀,起名叫做邓灵吊台 相传,跨父死后,首杖就化作邓灵 这邓灵呢,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精神不死 汉光武帝时期,大明市闫子灵 居住的地方啊,叫闫子灵吊台 刘秀多次聘请闫子灵出山辅佐他 和他不图名利啊,隐居在复春山 故而名流千古 诸国子,把自己的号啊,取为邓灵 这其中啊,虽没有复名的意思 但是啊,却有忠于大明之心 而吊台二字呢,则体现了他隐居深山的决心 将二者相连啊,就意为 虽大明你王啊,但我仍是明臣 绝不去做清朝的官 所以,这邓灵吊台四个字 足以体现出诸国子所展现出的民族气节 今天你要去秦荒岛海港区旅游啊 仍然在深山中啊,能找到邓灵吊台的遗迹 边上这座坟丘啊,它有点意思 您看这块墓碑了吗 它只有正常墓碑的一半大 而且啊,上边一个字都没有 这就是四字诸国标的坟头 诸国标呢,它是个书生 在清康熙初年啊 中了举人 所以呢,它顺理成章的就进入了亲王朝的体系 后来呢,一直研究清史 还有自己的出版物 叫《明记超略》 是明史记事本末的简化本 也就是说呀 它觉得和自己的父亲 两位哥哥比起来啊 自己不好意思在碑上留下名字 所以它故意的弄了一块小碑 并且上边一个字不留 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了这诸国标的文人性格 关键的来了 在这四座坟的最主位上 也就是朱梅将军坟墓上锤首第一的位置上 葬的就是长子朱国柱 说到柱子这人呢 那就更神奇了 朱国柱啊,他萌生出身 是明末辽东的边将 在明朝啊 他已经做到了参将一职 明史对他的最后记载是这样的 崇祯五年的九月 巡抚杨四昌上奏 请求啊 为时任参将诸国柱升职 他宝举诸国柱 从参将升为副将 自此啊 就没有了下文 直到明崇祯十一年的时候 万万没想到啊 这根红苗正的诸国柱 他却做了清朝的官 他做了清朝的户部 起新郎 这起新郎是什么职务 这起新郎啊 就是清朝初年的时候 大清朝廷安排在各部的满汉翻译 在之后的若干年中啊 诸国柱的官职啊 在清朝是直线上升 一直做到了登来巡抚 左都御史的职位 您别看着诸国柱啊 他与明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是啊 他剿灭起前明的反清势力来 是一点都不手软啊 他亲自率兵剿灭 并逼死了前明的反清遗臣 审讯 直接导致了审讯全家27口 自尽殉国 这就很容易想象了 为什么 朱梅总兵牌楼上的功绩文字 与邓林先生墓碑上明朝的名字 都是被谁凿刻掉的 有人说 那这柱子也忒可恨了 不对 这恰恰的保护了朱梅将军的这块墓地 要是没有诸国柱的这些举措呀 清朝政府怎么能够容忍一个抗清的将军豪华墓地 屹立于山海关的城下呢 聪明的诸国柱并没在自己的坟前力杯助传 也免得后人呢 站在自己的坟前啊 品头论足的唾骂 并且用自己的方法保护了父亲以及弟弟们的墓地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睿智的表现 说到现在呀 不知道您明白了没有 为什么是老三继承了锦衣卫的官衔呢 哎 原因太简单了 因为大哥和二哥在当时啊 都比皇上给的这个锦衣卫官衔的官职要大得多 光听我讲故事有什么意思 我劝您呢 有机会还是亲自来到这山海关的城下 瞻仰一下这座传奇的墓园 这朱美总兵啊 以及他四个儿子的传奇故事啊 其实咱们就算全讲完了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别客气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有什么建议啊 您就留言给我 我必然会一一回复 得嘞 咱们下次见